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Windows7的BT加速登录档优化 如果你看过上一篇Windows7的网络加速登录档优化教学 那你可以略过下面的影音教学 因为下面的影音教学都是重复的 本篇教学的登录档数值均采用微软官方文件制作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但还是有使用限制 以我操作数不清的电脑经验 如果你的电脑有下面几种状况 最好不要使用登录档优化 以免造成冲突需要重关电脑 请注意 本工作室不对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档 所造成的伤害做任何形式的赔偿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档进行优化 请确定你有足够的电脑知识 了解你的电脑在使用 1. 电脑有特殊的专业软体 有些专业软体需要修改登录档才能执行 所以不建议再用我的登录档做优化 以免修改到那些软体的登录档 2. 电脑中毒 有些病毒会锁登录档 有时候会造成冲突 3. 电脑磁碟空间不足 电脑执行速度明显变慢 这次系统已经开始错乱 有过多的垃圾资讯 不建议再执行优化 因为这个时候进行优化 对Windows而言不是进行优化 而是增加垃圾资讯 另外如果你的电脑是使用SSD的固态硬碟 也可以略过这一篇教学 因为SSD的固态硬碟速度够快 也许你会感觉不出差异 当然如果你想要优化Windows 也可以试试看 首先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点选一下这个网址 这边要你输入密码 密码一样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按下载 按下载 打完之后我们开启下载位置 点选两架登录档 选择是 选择确定 等一下重新开机之后 Windows7就会套用这个登录档的数值作业 这样Windows7就优化成功了 如果你觉得Windows7优化之后 跑的你不满意 可以用复原登录档 恢复你原来的设定 复原登录档的网址 一样在说明栏位里面 操作步骤和优化登录档一样 这边不再重复说明 谢谢 谢谢 lectures